网首一时三项 邀您接下来书看 道德观察 月黑风高 群山深处的小山包上 出现了几个神秘黑眼 他们在寻找什么 一片看似普通的菜地下 用来藏着什么秘密 八百多年 传了一代又一代 他们为何三肩齐口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盗墓笔记 2015年3月下旬的一天凌晨 在四川省滋阳市乐志县的某个小山包上 出现了几个黑影 在夜色的掩护下 这几个黑影在小山包上来回躲动 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他们不时聚集在一起 窃窃私语 不时分散开来地毯式搜索 而这样的场景 在这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连续出现了四五天 这个小山包 位于四川省乐志县的群山深处 山包上是当地村民种植的农作物 这里荒芜人烟 甚至没有路灯 只有在白天 在农民们照看农作物的时候 才能看见人影 三月底 农作物还没有成熟 说是来偷菜的 那不太可能 凌晨的深山 月黑风高 这几个黑影连续几次 出现在这个小山包上 虽然关了手机 但如此肆无忌惮的地毯式搜索 他们在寻找什么呢 十大野家住在 离这个小山包最近的一个村庄 小山包上的地 是他家的责任地 2015年4月1号凌晨 他起了个大灶 去自家地里除草 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他家责任地的方向 钻出来一个陌生男子 我看到有陌生人 走着我又问了 问了他今天他是打鼓劲的 他就看到一个大概 三十多岁的一个男子 大概有一年八 十大野家所在的村子 民风臀朴 村子也不大 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儿童 谁家有什么事情 乡里乡亲的都会搭把手 陌生男子的话 让十大野很是疑惑 打井是大事 自己怎么就没听说过呢 因为第一 找鼓劲不会来人找 而且周围老百姓 那家要找井 或者是村上要找井 他是小的 他是村上确实有没有情况 也没得那家人在找 好 那个人问完之后 就回里里里就走了 陌生男子的言语和行迹 太可疑了 这时一个念头闪过 十大野想起了自家地里埋藏的秘密 他赶紧加快脚步 往自己家的责任地走去 下面都被挖了嘛 什么是 买的那些泥土啊 全部都挖过去了 挖过去了挖去 到处都是有东西 十大野的猜测没有错 眼前的场景也印证了他的猜测 他家的责任地里一片狼藉 泥土被翻了一遍 地的一侧呢 还被挖了两个洞 难道埋藏了这么久的秘密 被人发现了 地里的宝贝被人偷走了吗 万一真出了什么事 这可是全村出的最大的一件事了 这后果可难以想象 十大野一边通知了村委会 一边赶忙报警 原来十大野家的地里埋着一座南宋古墓 距今已有八百多年 这么多代传下来 这座古墓成了全村人心照不宣的一个秘密 很多村民家说这个要必须把它保护起来 我们要摸 意思就是从来不是对外人说 过后来没有发现外头从来不穿出去 把嘴这里就是买的老祖坟那些 老前辈嘛 这些嘴瓦子都被偷 来偷那些 偷了那个风水暴地都破坏了 村里的古墓被盗了 一时间村民们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任何人的老祖坟别做的 没的心里盗了 有啥子想法都是一样的嘛 人人都是想法都是一样 对那些死者老祖坟不尊敬的 接到报警后 辖区派出所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我们到的现场 看来是土全部都被跑出来了 结果牧师里的土也全挖出来了 然后我们第一眼就可以看到那个死官 就没那么一个情况 现场一片狼藉 古墓的墓室已挖开 甚至一眼就能看到死官 古墓里究竟丢了什么珍贵文物呢 辖区派出所民警随即保护现场 并把案情上报到乐志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刚才现场的时候错失的确 也没接触过古墓被盗 所以我们对各方面也不动 所以第一时间我们是报复现场 那么就通知警察队 请他们派技术院和侦察院 下来一起勘察现场 村里的南宋古墓被盗 虽然到这会儿呢 还不知道丢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村里留守的老人 尤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石大爷所在的这个村子呢 在乐志县的群山深处 交通不便 村里的老人淳朴而保守 信息也相对滞后 古墓被盗对于老人们来说 相当于是自家的祖坟被挖了 刹那间 一种紧张的情绪弥漫在村子里 这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这个当地老百姓都在说 这个事情的话 等于就说 瞧了他们祖坟如果公安就不碰 不碰 现在是公安就碰 好像那个一个是 增加水平有限 二个是可能就是不进行经济 但是我们就是顶着压力上 乐志县的古墓群落较少 刑侦人员联系当地文物局 对古墓进行了摩查 摩查发现 这座古墓在2007年 已经经过抢救性发掘 2007年被骑过的 当时是修炉 修炉骑起来的 当时就是说 它是一个典型的 南宋时期的一个古墓 就是一个墓室 两个墓穴 大概相距 就大概在七八米 它是很公正的两个 并排在一起 而且那个古墓 当时国家开采的时候 它是从墓丁打开的 国家负责打开的那个洞 大概就是一个厂 大概就是宽一米五 厂大概也是一米二三 一个横掉方针的一个洞 在2007年的抢救性发掘中 当地文物部门 骑走了古墓中 大部分珍贵文物 并对古墓进行了回田 而且当时国家开采了后 那么就把墓室里面 使用土 传播到封标了 那么从外观来看 就相当于 就像现在农村里的那种 很普遍的 一种粉的那种形式 对于这次发掘 当地村民也是三间其口 毕竟古墓里还留了一些物件 他们生怕引起 有心人的注意 古墓被抢救性发掘过 这让人们稍稍吃了一颗定心碗 然而警方在现场的一个发现 又把大家的心揪了起来 当时就是在墓穴里面 就发现了一部分盐头 从新鲜的程度来看 应该是当天 实施盗窃的时候 一些人留下来 特别是墓穴旁边 有几个台杆 一个有柱子的 跟木头的 这个一看就晓得是 用于开东西的 在古墓周围 散落着不少烟头 地上的脚印十分凌乱 从古墓到最近的小路 直线距离有五百多米 在这五百多米的范围内 警方还有了其他发现 那么他来践踏了痕迹 但是很宽的 大概就到三到四米 那么宽了一个距离 从外面一看 相对于一辆卡车 从那个油车里都开过去 那种感觉 从现场的痕迹 警方推断 古墓里一定有东西被盗走了 警方随即和文物局工作人员一起 在古墓内部进行勘查 勘查结果 让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 一个墓室就跟一个房间 那构造是一样的 就是四面墙 但是你能够明显的一下下就看到 对到那面墙 它就不在了 警方随即找来2007年文物部门 对古墓的发掘记录 经过比对警方发现 这座南宋古墓两个墓室里 有四块石碑不见了 这个碑主要是属于宋朝来 它主要是起着这个保护这个震抹的作用 然后居然有八百多年里 这个碑是长两米 一块八三公分 后十三公分 文物局工作人员介绍 每块石碑上雕刻的都是五四项 雕工十分精美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文物 听说古墓里丢了镇墓用的五四项 当地老百姓更是气不得一吐来 与此同时 乐志县公安局的刑侦人员 对现场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勘察 地上的一个烟头 一个水瓶都不放过 终于他们对犯罪嫌疑人有了初步判断 从狂犬水平来看 可能人数应该是比较多 因为当时活了大概有二十多瓶狂犬水 因为我们当时分析 从太阳干那些分析 就是说这个团货应该是十人左右 或者是十人一杀 他们柱子应该是还是柱子型 有柱子型 几率型的 包括它的阴水 它所产生的生活的垃圾 比如说它洗了盐 那么他们如何处理 那个都是黑鬼犯的 所以当时通过现场探测 我们所提到的痕迹物证 还是比较少的 虽然现场提取的物证不多 但是每条线索都表明 这是一个分工十分明确的盗墓团伙 由于案发都在半夜 深山里也没有什么监控 警方只能靠走访排查嫌疑人 给我们工作带来最大难度 是意识技术上的支撑 我们没有监控 所以没有监控过看 这是第一点 技术上的支撑 第二点 就是人员走访当中 老名都是老年人 都是小孩 不能够给你提供有价值的东西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大量摸牌走访 警方终于有了发现 当时就问到 就是应该的村公路上面 他就说 这个当天早上 大概六点五六点钟 他就发现了一个 红色的不晓得是面包车 还是三连车 就从那个 就走他们那个村公路 打了个跳 因为我们这个现场 你在现场最近的 就是一条轨道 一边是通向水利方向 一边是落子回东的成都 让我们就一直的沿线 去再跟街后 这个现场有老微信 发现了在三月底 三月底的时候发现 又可以拦制 又可以车辆 这是一个分工明确的盗墓团伙 有人踩点 有人凿墓 有人运输 他们流窜作案 十分猖狂 之前只有在小说里 才能见到的盗墓场景 如今就发生在眼皮子底下 这让乐志警方感到 前所未有的压力 村民担心的问题是 村里的南宋古墓被盗 国家二级保护文物下落不明 武士时刻还能不能找回来 警方面临的现状是 除了破案 除了抓获犯罪嫌疑人 他们必须要把被盗文物找回来 这样才能安抚当地村民的情绪 可是一旦被盗的时刻 流入买卖环节 找回文物的可能性就变得很低 现场的线索 能否锁定犯罪嫌疑人呢 丢失的时刻这会儿又在哪里 明天请您继续收看 道德观察 我是圆圆 明天见